一场以打造南区青据点为主题的工作坊 在屏东青创俱乐举行 屏东县政府配合教育部青年发展署 加速推动地方创生计划 期待以废弃南华国小校舍打造青据点 规划智慧农业青年交流据点 青创空间及青年共生活等推展空间 透过青年的讨论交流激荡出更多想法 我们希望在我们高速南华正在打造的青创据点 结合这个南区的青年力 能够借由今天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的青年力以开望政府的形式 来就我们区域的议题 也或者是我们平北 我们农业农村的议题来做一些讨论 然后让这样的一个讨论 可以延伸出很多我们青年参与地方 或者青年在我们地方的专业能量 工作方邀请南却六县市青年代表 及地方产业及团体 共同参与讨论协作 构思青年交流空间 营运革新及建制构想 使提案更贴近青年所需的样貌 我觉得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然后各自在不同的产业里面 然后我也看到工部门有什么样的资源进来 那在地到底有什么样的想象 大家可以聚焦在一个地方 然后看出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性 其他外县市 其他不同领域的一些前辈去做一个交流 那我也当然是把这些案例 其他人的想法可以带回到嘉义 青方基地的成立 我希望能够训练出来 让我们的屏东学子 能够回来从事我们的无人机的工作 工作坊以开放形态的讨论机制 会及青年及地方产业代表 对于基地空间规划的建议 青年们透过这场经验交流 及公共议题的对话 也提升在地自觉及行动力量 屏东县政府借由工作坊 让青年增加接触地方失误机会 盼青年们进而产生投入地方创生行动 为故乡营造愿景 共创新局 贫图新闻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 贫图新闻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 贫图新闻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